现在微软已经正式发布Windows 11 发布会40多分钟就收工 除了可运行Android应用的惊喜 还留了大量细节没有透露 甚至Windows 11和Windows 10有什么区别 我们具体来汇总一下 并解答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新操作系统在视觉上有了新的设计 以下就是微软演示中Windows 11与Windows 10的比较 开始菜单和任务栏 微软已经将开始按钮从传统的左下角移动到屏幕的中间位置 这比Windows 8系统中对开始屏幕做的改变又小很多 而且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如果人们不喜欢这种变化 微软会让他们把东西移回左边 点击开始按钮就会看到更新后的开始菜单 微软官方表示这是由云和Office 365在驱动的 在Windows 10中开始菜单主要是作为一个应用程序的列表 而Windows 11中的版本将推荐你可能喜欢的应用程序和文件 小工具 动态磁贴此前出现在开始菜单中 而现在被小工具所替代 并且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微软商店Microsoft Story 微软表示将重建Story将其运行的更快 现代化图标 微软对Windows 11系统中的图标进行了优化 最终对一些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图像进行了修改 尽管它们可能仍然包括软盘 文件管理器 文件管理器的顶栏获得了一些优化 标签页已经取消 替代为针对触控优化的一排按钮 平板模式 虽然Windows 10系统中也有平板模式 但在Windows 11系统中已经被废弃了 转而支持将全屏体验的微妙过渡 你的任务栏只是将图标分散的更多一些 增加微妙的视觉线索 并增加触摸目标的尺寸 使窗口更容易拖动和点击 整合Teams Windows 11中整合了Microsoft Teams 位于开始菜单的右侧 而且右肩Teams跳出来的菜单选项 要比Windows 10更加丰富 壁纸 这次在壁纸方面也有了全新的设计 经过从新设计后加入的风格严肃 看起来果然很符合当下的审美 其他方面 在Windows 11系统中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调整 尤其是颜色和圆角设计 该操作系统也只是在整体上 有一个更加玻璃化干净的外观 什么时候可以升级 如何升级什么设备可以升级 正式版会在今年秋天开始推送 并持续到2022年 官网则说明是从今年年底到2022年开始推送 另外在11月底之后 新电脑都会预章Windows 11系统 想尝鲜的话 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下周就会开始 7月发布会发布公开测试版 到正式版推送之后 在系统设置更新与安全 Windows更新就能看到推送 要尝鲜的话加入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即可 在此地址进入 登陆自己的微软账号 符合Win10设备支持要求 就能收到测试版推送 另外Win10可以免费升级到Win11 至于Win7、Win8、Win8.1设备 升级Win10之后就能收到推送 但微软表示Win10和Win11将和谐共存 Win10的支持将会一直持续到2025年10月14日 而且不在线Win7、Win8.1被强制升级Win10的惨剧 毕竟很多设备是没有必要上Win11的 关于特殊的S模式 因为Win11专业版不支持S模式 所以Win11专业版S模式的设备 许先退出S模式才能升级 并升级为Win11专业版 家庭版S模式设备可直接升级成Win11家庭版S模式 免费升级的具体结束日期未定 但结束日期将不会早于升级广泛退出之后的一年 对于预装Win11的设备 Win11家庭版、专业版、专业工作站版 以及教育专业版都将获得为期24个月的支持 Win11企业版和教育版将获得为期36个月的支持 有什么硬件要求?我的电脑可以升级吗? 具体有什么硬件要求?最低的配置是什么? 大家看这个列表就可以了 并参考自己的配置 看看是否符合能达到升级要求 另外有趣的是 现在连微软亲癌子Surface系列也有部分无法直接升级 保有量巨大的Surface Pro 345系列 以及冷门的Surface Hub、Surface Studio、Surface Duo等设备都不在列表之上 直接追踪升级的最大的阻碍来自于TPM 2.0这座高山 很多年纪稍大的笔记本、DIY主机 它们的BIOS都是没有TMP 2.0的 如果你的电脑较新但有提示不支持 这可能和TPM 2.0有关 不知道微软在之后是否会降低这方面的要求 毕竟之前泄露的现象像是没有TPM 2.0的限制的 Win11可以安装安卓APP吗? 可以安装但要等到今年秋季 微软为Win10和Win11对送新的应用商店之后才可以 没错,Win10也有新商店,但装不了安卓应用 至于AMD处理器甚至AM架构的电脑 搭载高通骁龙芯片的笔记本 也能在Win11下跑安卓应用 Windows开发者平台公司副总裁表示 AMD或AIM设备不需要Intel Bridge技术 就能让安卓应用跑起来 至于APK能否直接安装 Win11通过微软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安卓APP 现在不确认能否直接安装APK 微软并未透露过多信息 只是说未来几个月内分享更多信息